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9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还有老师继续讲总论 我们现在就开始请老师开始 我们理论的部分已经讲到总论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把手法的实际操作 也跟大家再演示一下 我们除了手法之外 今天还有答疑 请丽丽来主持 2022年1月9日 实作教学与答疑 实作教学 以头部按推讲解 以2018、2019、2020 头部按推手法视频 我们来找耳后的原始点 第一个手放着 然后拇指把耳垂拨开 以食指指尖去测试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这个位置就是耳后原始点 整骨下沿的位置 刚好就在耳后原始点 后面乳突骨 对过来 然后再来整骨下沿 交汇处 就叫整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整骨下沿 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脖子的大脖筋 为终点 容易犯错的 就是操作者 会去转患者的头 这个动作转是很危险 有时候一转就受伤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是由患者自己转 好 请你转过来 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 第二个容易犯错 就是工具的使用 当你要放到耳后这一点的时候 最容易犯错是 应该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然后掌心向内 结果有些操作者 他自己手就偏掉了 可能偏这里 也可能偏这一边 这样都不是掌心向内 这样的动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掌心一定要向内 耳朵要不要贴这个床铺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怎么样 你是要弯腰的 那如果你贴近 这里反而不是你的空间 这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贴得太近 反而不容易做出来 应该是要有一个距离 这样 因为有一个距离你看 我就可以怎么样压下去 如果我能站在这里 这里斜进来 我这样垂直 变成怎样 我是斜内侧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它的位置距离 应该是你容易撕立 然后能够垂直下去 这个就对了 所以应该是要站后面一点 第一个弓箭部 轻触 工具拿出来 掌心向上 90度 90度 然后下去的时候 记得身体要稍微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 肘对肩 就错了 肘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甚至有人在坐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坐不出来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 做到很轻松 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 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这样 不用到这里 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这支撑手也有很多人放错 就是放到头顶来 他事实上他只是轻轻地放着 做你的支撑手而已 也有支撑手放到床上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放这样 但一般很多放这样 就这样也在做 那个是不行 那个头要把它固定 要不然你这样揉 你也觉得不稳 所以他这里有 让患者稳定的感觉 那揉起来也会扎实 他头不会放来放去 也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好 那姿势做好了 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手稍微轻轻扶着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记得 这个不能翘太高 翘太高的时候 你这里90度 你势必身体要往后才能保持90度 那这时候头就会对着轴了 所以他这里要放下来 那放下来你身体就要自然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这里轴就对胸了 所以这里要记住 轴是对胸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斜度 如果你看 这一个直直的 那就是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这样 斜斜的 然后这个又放低 然后身体往前 那靠到胸 然后保持这里的90度 还有这里的90度 那这样都做出来之后 那而且这一条线不能变 好那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的做出来 需注意的事项是 要注意的是手 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这样顶进去 而是这样垂直下来 然后钟摆的动作 然后要注意的还有 有最多人是 不是用手腕 而是整只手 这个都是错误 我们现在来按推 整骨下沿 那我们要按推对侧 这个要有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做法 比原先的做法 还要外出一点 这样保持一个距离 同样我们的身体 还是以患者 这个头部的方向 这样做出来之后 一样辅助手 放在头部 整骨下沿第一点 位置就在这里 那我们把工具拿出来 用手肘掌心向上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如果要描同侧 整骨下沿 最好叫患者的头 稍微往外翻 这样就有一个距离 如果不往外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距离太短 不容易按 这里会夹死 所以还是要这样 让患者的脸 尽量朝向你 好 那我们从这一点 开始来按 按推方法一样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般这里还是要 跟站姿一样 手要保持90度 这里最好也是有个90度 然后身体 是朝着患者的方向 而不是做这样 这样揉 所以身体还是要 稍微转过来 那坐姿 这里腿 是以这个方向 也不是做这样 所以这个位置先做好 然后耳后这一点 如果它头在这里 你可以做到 比较前面 但如果它是 在揉整骨的时候 你做就要做到 更外侧一点了 这是做的时候 头部原始点 耳后跟整骨的差别 食指的工具 它的拿法 这是正确的 也就是拇指跟中指 按在食指的终结 中间这里 一般会拿错事 都想把它顶得更深 然后这两指就会拿到底下来 以为这样长才能挖身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所以正确拿法还是这样 拿错了会影响到它的稳定度 也就是你拿太下面 这个会摇晃 所以务必 所以务必 已拿到 食指的中指节 那拇指跟中指 夹紧食指的中指节 这样就稳固了 那一般 耳后原始点 有三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 当然临床上还有人 痛到这里下面来 但一般都是在这里 也就是约列半根食指长 这个位置 那工具拿好之后 我们直接顶进去 顶进去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要按推伸 身体稍微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力量就已经进去了 力量都不是出在这里 而是以身体去调节他的身前 所以如果这样就没有力量 但我这样一直往前 哦 我也感觉得到 这时候食指已经顶到底部了 那按下去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靠前头摆动 那前头的摆动 就是这样 大家在看我前头不准 好像有一点旋转 但实际上我下面是直线的 然后以前头摆动 幅度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样患者反而会舒服 速度也不一定要强调很快 十字法的按推方法 也不是这样握着紧紧的 它一定是稍微虚虚的 然后这个才灵活 所以你握出力了 这里就变蛮力了 你握十前了 这里就硬邦邦 然后你硬邦邦也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那第二个是大部分都是用蛮力 也就是前头不动 他就这样 就开始这样来回 这种力量一定是蛮力 那也有人就用手腕再这样 手腕不对的 他是事实上是前头在动 然后前头带着手腕 而不是故意用手腕来扭动 所以直接顶进去之后前头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手不要打太直 这样也是蛮力 一般都有微微的弯曲 这一点也注意 那有些人手腕 这样好像斜斜的进去也错 它事实上是要垂直的进去 这个方向一定要记得 是垂直的这样顶进去 然后踩向钟摆 这样就能够按推到蛮深层 那另外我们再来按推另外一侧 用手倾触着头 一般会倾触会错误 有些人会摸到这里 这是错的 我们要为了要固定 还是轻轻放着 然后放着之后 拇指把耳垂翻开 翻开之后用食指去测试 两骨之间靠近耳背 这个第一点 工具拿好 直接就顶进去 那顶进去 身体稍微往前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都已经下垂下去了 我的手是这样 这样下去 而不是这样 这样就按推错了 是有一点点这样 好 那垂直下去之后 好 前头向中摆 来回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头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我们的影片讲得非常仔细 两者站姿跟坐姿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要顶深层的话 最好采取站姿 如果初学者学习方便 坐姿是比较好学习 力道要按到深层比较不容易 这是两者有的区别 头部原始点 刚刚影片也都讲得很清楚 最主要的我还是要提醒工具拿的方式是 拇指跟中指按到食指的第二指节处 中间的指节处 还有拳头不能握得太紧 太粗力握得太紧 就硬邦邦 硬邦邦的拳头去顶耳后的话 患者会有压迫感 会感觉很疼痛 就会跟你对抗 这样出蛮力 你不容易做出来 还是要握虚拳 好像有握拳的形状 又没有出很大力量 只是一个固定的拳而已 点进去才会有一点弹性 一开始很多人工具就拿错了 接下来就不容易做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也在看有一些推广点 他们自己的手法都变形了 食指的工具因为不好握 他们就用拇指侧延去按人家的头部原始点 这个是完全的错误 理由很简单 拇指侧延虽然可以按进去 但不容易按到深层 要到深层解症的时候 一定要用十字法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工具不能 这时候耳后的工具绝对不能用拇指 拇指侧延去按推 这个也是要注意 另外坐姿的时候 坐姿刚刚也示范了 如果同侧或对侧的耳后是没有问题 这样做很容易按推 在整骨下沿对侧 你可以做到床边缘就可以 如果要按同侧 我建议最新我自己也在临床不断的琢磨下 我觉得可以让患者的头面向你 把头放在洞的另外一侧去 距离你比较远 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得更靠近一点 这样就可以把整骨下沿也做出来 那另外做整骨下沿要注意 手臂要保持90度 90度第一个放下去 下手臂一定是平的 刚开始是平的 你再去调整身体 如果你太后面就大于90度 没有力量 你往前一点到90度的时候 你自己就有感觉到 手肘自然会顶到整骨下沿 特别再提示一下 整骨下沿 我发现临床上很多人都按到 骨肉交界处的下面 只有肉没有碰到骨头 事实上整骨下沿 一定要微微的碰到骨头 不能太软 软中还有硬硬的骨头在 那个点才是我们要的 最近在基金会教学 我就发现很多志工 都按到比较下面来 这个软软的是不能节症 这也是临床上最常犯的错误 头部原始点非常重要 比如说头部很多症状 脑中风 老人痴呆 甚至头部的头阴头痛 这些都是在头部 头部如果你按推不能深层 你如何谈节症呢 何况有一些公益点 他们的手法都变形了 也不容易按推开来 这里都讲得很清楚 站姿 站姿如果要按耳后的话 一定跟床员还要有一点点距离 不能站到太前面 那身体往前就按不下去了 按下去也没有力量 这些影片中都已经有讲解 我希望看似简单 真正要做好 还是要反复多看视频 这样对大家才会有进步 好 我头部原始点 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2.脑中风 不能这样子不能来呀 他就一直在说 他现在发现他左脚很硬 左脚 坐的时候 帮很难判他 他右脚是比较松可是没力 了解 那现在他是不大人表达了对 有问题 有问题 还有打 就是好 他就是很简单 简单直接就会打那 对 那他是右边比较都是右边嘛 所以右边比较没力 他手也是这样嘛 对 手也是右边 他右边正有那个引流 去南部啊 他就痛了 所以刚开始第一个层次他不痛 到我再深入一点 什么叫深入 就是我身体往前 那往前靠力量就进去了 那我这样就没力了 那这样 所以这样的力量 他就感觉在痛 好 那我这样测试出来 我就知道 这样的力量就足以解症了 对啊 就是以每个人患者他能接受为止 对 他会表达 所以其实我同样遇到 那他第一点跟第三点会比较痛 好 那就这样了 那这样来回三次 好 那这个因为他侧祸 所以整骨头部原始点 一般中风 这个头部都有问题啦 就不需要问 是啊 那很多人第一次中风 第二次再中风 都是头部没有解决 你注意 这个手都保持平的 那这里要90度 所以当你这样 那没有力 那要怎么样 身体往前 往前靠 那这样就90度了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这里是脖子 他只有来回而已 他是靠身体顶下去 然后身体也是放松下去就很有力了 你根本都不要出力 这样你才不会累 要不然你按他 伸展你一定会受伤 对 我弄上了 我弄上了 你一定会受伤 受伤啊 对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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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你看他厚一点 一般脊椎 所以跟中风比较没有太大关系 中风就是头部跟四肢 就这样 对 那这个我只是按给你看 这个怕他躺久或是不断 每天早上就拍背 拍背 对啊 你们拍背不如这样 按会更舒服 对 这样会更深入 比拍背还要好 那这个只是舒缓而已 包括这些都是舒缓 对他现在不是针对症 只是把它保养一次 这一边应该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他的引流管 你看这里 大家看 他扶起来 不要大力吗 都知道就好 所以我们最好避开 这里 那我们刚好按整骨 现在跟他引流管无关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安心按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点是在这里 所以不相干 好 这样我确定 这样就安全 安全 好 那他重点在这里 这个是肩膜 那我每天是不是要这样帮他按 要 每天 早晚还是 早晚最好一天两次 好 记得 如果累了就换手 这样你才不会伤到 你如果不懂得换手 不懂得用巧劲 然后不懂得用身体再靠过去 你只要出手的力量很快就会伤到 那这就是肩部原始点 这个中风是一条漫长的路 復健 但除了按 他一定要动 他不动 每天这样 就是被动你知道吗 不行 他 你按到他没关系 你帮他按他会恢复 他慢慢恢复 慢慢鼓励他下来动 一定要他动 要不然 他那个会未来越萎缩 或越来越无力 你就越来越难处 我现在教你的就是自救的方法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是临床上中风的案例 中风的按推方法 刚好集中是在头部 大家也看到头部实际临床上 好像患者这个只能测祸 而不能趴着 只能测祸还是可以做 你只要手法练习到 已经很熟悉了 患者怎么躺 你都会找出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拿好工具来按推 这个绝对没问题 要特别注意的 刚刚一再强调 手法 不能用满力 很多人在按的时候 就想用力 一用力他就顶不住 事实上顶一定要靠身体 整个往下沉 坐姿也是一样 坐姿在按头部的时候 你在按耳后或是枕骨 如果你要按推深一点 身体要往下沉 腹部整个放松 把身体整个带动下来 顶进去才有力 站姿也是一样 站姿也是一样 站姿要弓肩部 前面不只要弯 后面的腿也一定要弯 前后都弯 整个身体就可以往下沉下来 沉下来就可以把工具带得更深 这样的力量不会有压迫感 不是用手的满力 而是身体整个把工具带下来 这样的力量可以按到很深层 又没有压迫感 如果操作者用满力的话 一般是做不出来 我在书本上常常告诉各位 按推要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我发现实际我们的志工 对这一句理解还是不够透彻 他以为由浅入深 是刚开始用力轻轻的按 要按到深层是用力的按 不对 由浅入深是这样解释 你手刚放下去 这个就是在浅层 帮他诸缓 如果他很怕痛 这样就先帮他按 等表层按开了 你的身体不是用手的力哦 身体再往下沉 你的工具就自然能够顶得更深进去 顶得更深再走都是松的 再来回按推达到节症 我们志工常常说你看哦 我轻哦 你看我手都不用力哦 这个叫轻 我要重了 由轻而重 我要重 你看我就马上用力 要顶人家 结果一顶下去 重满力患者都受不了 整个手 其实轻也好重也好 他的整个姿 形态都是一致 至于要到深层 要由浅入深 或由轻而重 是身体往下沉下来 不管坐姿也好 站姿也好 都是这样 坐姿最容易犯错的就是 还有操作者 他有时候会想把身体提起来 往下压 这个是压 反而刚好这个动作是 是做错的 反而是应该要身体往下沉 而不是用身体想去压他 这两种力量出来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在最近 我一直在临床上看志工操作方法 很容易犯错的地方 这里拍视频也给大家 作为临床教学之用 希望大家多看 多去揣谋 经过这样的讲解 我相信对大家 实际操作会有帮助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三 头部按推指导 坐姿 好 可以 我也按一次 你就这样 这里放开 好 放开来 手腕 你只要稍微顶住了 那放开来 它其实是很舒服的 你越小心这样 反而它更不舒服 你看你这样 我这样 今天启程就有这种味道出来了 是左右 不是 它是这样 对 钟摆 然后好像在挖东西 你放开来挖 是用手腕在挖 不是 你们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有时候又不动 然后就这样就有一点 手腕没有松开 那事实上它是这样 整个松开来 这样就能够做到很深层 那你妈妈按 幅度大 没关系 妈妈按 其实 宜安这样就有一点 手腕真的有开始 懂得稍微松开了 温柔的来了 好 这样 哦 差很多 真的啊 我温柔那么多吗 对 哦 那所以你还是有用力 用力所以它感受到满力 所以我的 我又可以伸 又不会给它压迫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升的 这个手 这个记得 这个手不能吹下来 这个手一定是平的 然后其他才去调整你的90度 对 是这样的 这个平的 这样 这样已经90度 如果还不够 再往身体往前 这样一定可以顶进去 而且不用出力 你只要来回就好 不用 好 对侧 好 麻烦你 谢谢 不要 不能 不能这样 这个头一定要在这里 不能在那个洞 也不要那么小气 再过来一点 不是你搬 随时 跟你讲 你真的还讲不来 你自己动吧 要不然他会对我骂 对 然后头面向他 好 那你这个手 不能这样 啊 轻轻放 好 这样 记得这个手是 这样平的 好 90度 这样才能90度 这里都感觉 这里都感觉 来 我帮你按 超过久 来 就是这样 其实哦 这里还是过去一点 你比较好做 嗯 这样做过来 不要在洞里面附近 挣扎 好 那这里 它 你稍微比一下 枕骨在哪里 好 你直接就靠 好 我说这个手不能垂下去 垂下去你怎么做 这里一定是平的 为标准 这一个 好 这样顶 如果超过90度 你就靠过来 那这样就进去 好 那这一手不能扶这里啦 是扶这里 把它固定住 好 那这样就能顶住了 会痛吗 嗯 比较不痛 嗯 都没痛 这里很痛啊 嗯 左边那边 这一点那么痛哦 嗯 那它的问题就在这一点 那我问你 嗯 刚刚它跟我按的位置 一样吗 嗯 嗯 一样 一样哦 嗯 那一样就OK 好 这样就可以 那表示你刚刚已经有按到 那位置对就好 请老师补充说明 大家看哦 刚刚志工在做的时候 第一个 他那个手太往下 影片也都有拍出来 最好一放下去的时候 下手臂是平的 再去调整身体 坐姿也蛮重要 刚刚有一段 志工在做的时候 脚应该稍微往患者那个方向 而不是坐的直直的 面对他的 跟他的头是垂直的 是不能平行 志工有时候做的 跟脚 跟他的头 跟脊椎是平行 方向是不容易做 你这样很难转身过来 稍微腿有一点往前面 有一点身体容易转过来 再来按就会比较好 这个是在基金会临床实作 也帮助各位在实作的理解 他也如果有犯错的时候 自己也可以看这些影片来自我修正 好 我这里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要现在按头部原始点坐姿 那整骨下员如果是同侧的话 那最好叫患者的头 放在这一边 然后脸朝自己 好 对 好 那我们再这样可以就可以做过来 那坐过来整骨下员这里 身体最好转过来 然后对着患者 那对对好了 好 这里是低一点 好 那这样好 脚这样放好 然后手放下去 这里放下去最好平的 然后这里要保持90度 所以身体稍微往前 好 这就是第一点 好第二点 第三点最好把头稍微转过来一点 好那这样手还是可以平稳的 好 第四点 如果你不转头 那这样就要更下去 所以最好还是把头稍微转过来 好 那这样就可以保持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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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整骨下沿 四点 那如果按颈椎直接就下来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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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这个 进来一点 整个就可以坐稳 坐姿 大家 看这个影片就知道 脚 一定要 转 不是 坐着的时候 跟头 是平行的 跟脊椎是平行的 而是要转过来 脚 也是要有一点 跟脊椎有垂直的感觉出来 这样身体才能转过去 才比较好做 刚刚上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志工的时候 你注意他的坐 脚 他是坐平行的 他不容易按出来 等于他只有头转过去 你看下半身是没有转的 你要做到真的全部靠身体的力量 你必须要这样转过来 要按深一点的话 你整个的腹部 一定要放松 往下沉下去 动作我没有分析给大家看 临床上有时候我会教志工 不然用身体靠过去 由上往下压 不是这样 你要按到深层的时候 反而是 腹部 上半身 整个放松 沉下来 沉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工具带得更深 这样来回就可以按到深层了 他的深层是这样来的 绝非用力 用蛮力 或是用身体去压 压得越大力 就以为这个叫做深层 这样反而会给患者有压迫感 因为有压迫感 患者会跟你对抗 你不但会揉痛患者 而且也不容易揉到深层 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用蛮力 你压的患者很痛 那个痛是交杂 到底是压痛点 还是真正你把人家压痛 我在临床上看志工 动作不正确 我看他是很难辨别出来 蛮力下去就很痛 根本不是压痛点 那你手是很轻柔的 用身体的姿势 每一点都用同样的力道 这样就可以测试出来 患者感觉哪一点特别痛 那个才叫做压痛点 如果你都用蛮力 每一点都痛 你这样测试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整个楼下来 患者不但不能结症 还可能把患者楼伤了 都有可能 这一次我们的视频集中在头部 反复用各种角度 还有临床实作 让大家更进一步理解 希望对大家实际操作会有帮助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现在拉到哪里 痛哪里 这里是吧 大腿 整个大腿 大腿 这里 现在走路都不大行 是吧 会痛 最近情况还稳定吧 最近 就只是因为拉伤 所以他的体力就会更下降 因为他变得不太能走 因为他拉伤一个礼拜 他几乎都是要一直坐著 或躺著这样 但是其他的 你看像他的精神 你会跟以前看他一样 然后吃东西也不会耳吃 都不会 就是很正常 好 来 我来我来 我看看你们都太粗了 对 真的 他低一点在这里 好 那你看 不要整个身体趴过去 这样就变压 嗯 你如果做正 只要这里放下来就可以 妹妹这样可以吗 可以 你看 我反而都可以 温柔温柔 对啊 我这个可轻可重 这时候不要说一定要90度了 这样压他一定受不了 你宁愿这样 用手的力量放下去 其实这种已经很力量蛮大 要看情况 我做给各位看 妹妹这样可以 可以 有痛吗 一点点 不会痛 我只是手放下去 其他都没有 就这样放下去 那这样的力量就可以进去了 嗯 妹妹我这样的力量 你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其实他整条都痛 像这样按过一遍 你大概用多少力量知道之后 就不要再问了 就是以这样的力量 来回两三遍 所以像他这样 完全不能用这样压 如果这样他肯定是受不了 好 然后身体稍微这样 对对对这样就有力 然后这里 好 这样 好 开始 这样 好 你就这样 来回幅度大没关系 这有这样会痛吗 可以吗 一般如果压了有痛 他就有效 那如果患者很怕痛 那个有效不一定说 一定要揉到一次他好 也就是让他稍微缓解 这样就可以 其实再用温波 现在最重要就是 你也了解 如果等一下会测试 你们这样按完他有没有改善 很快就知道 好 因为你们按的如果没有让他很痛 这样来回不会伤到 因为这个力量都蛮轻的 我觉得怕你们一开始想快好 要用压的 然后他身体又比较脆弱 我怕把它压伤 只要避开这个就没有关系 也不要让他再次受伤 这样 让他慢慢走 怎样 都可以站 也可以站 可以站 来 我们再走 好痛 好痛 多走几步 多走几步 看看走是这里 也可以走这 让他度有 不要转太大 好多了 恭喜 好多了 谢谢班师 不会 谢谢你姐姐 所以 一般痛 都属他处皮伤 一定是靠手法急症 不是靠热炎 那一般手法 其实没有固定 他的身材 然后还有 他也有 你们有顾虑到的 比如装钢钉 这些的问题 因为你们有讲 那我们操作的人就要小心了 就是我们不能用原来过去 我们这种压的方式 就是尽量放下去 然后由轻而重 所谓由轻而重 大家的体会 我那个讲话太简单了 由轻而重不是像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志工 就在练习他说 你看我现在很轻喔 你看这样喔 轻轻放叫很轻 然后我现在要重了 你看就整个压下去 那个不是由轻而重 由轻而重的意思是 我浅沉这样的按 然后我感觉他能承受 已经表层柔开了 尤其对脆弱 然后我再稍微力量 稍微身体再沉下去一点点 然后再帮他按按看 他也能接受 我身体再稍微沉一下 那这样就一层一层的进去 这才叫由轻而重 我们志工会误以为 我轻就是不用力喔 我要重就是稍微要用力压喔 那这样对脆弱的患者容易压伤 所以刚刚你们在做 第一个妈妈一开始就有压的味道 这样就容易伤到 所以妈妈第二次这样调整 就可以了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位是我们之前有放几次免洗肾 西医说他已经很严重 指数一直飙高啊 跟患者讲 这个小女生一定要洗肾 洗一段时间还要 这段时间还要找他们家人配对 来走速换肾脏 这样女儿才可以得到 完解她的一些以前的症状才可以 这个是大工程啦 你看两个肾脏都要换 家人如果找还要配对 好了就算从家属可以找到两颗肾 家里起码就要三个人陪同这个女儿 一起来为她的肾而担心 好的人也会变很差 毕竟圣哥除了一个怎么会好呢 他来到现在为止 他们家属有分两派 一派是西医派 一派是原始典派 也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讨论吧 你小女生来到现在为止 他这一次又因为腿因为拉伤 他骨骨头以前就有 听说是脱臼还是怎么样 有手术还有装钢钉之类的 就是怕他骨骨头磨损 好这一次拉伤他们就担心了 以前又有手术 你还又可能要洗肾 在蛮大的压力下 相信西医的就觉得 应该要去给西医处理 用原始点的又坚持 最后好像彼此他们谈一谈 最后还是小女生还是有去西医检查 检查竟然他的指数都回到快正常了 西医就跟他们讲 应该不用洗肾也不用换肾 好像有类似这样的修法 这一次来他们私底下有这样跟我讲 好因为他以前骨骨头那里有装钢钉 这一次拉伤很显然大腿拉伤 他们是不敢按推 他们觉得这里按推可能怕压伤他 就只能帮他温敷 温敷又不动只能坐 要不就躺 对小小女孩的体力 就会有下降的感觉 这一次来大家也看到了 我就说这个痛拉伤了 多数他处体伤 一定要按 你光温敷是解不了症 你看他们也用了一个礼拜的温敷 事实上也没有解症 他也不大能趴 他腿要有一点弯 大家看刚刚的视频 其实下面在腹骨沟 那里还有垫一块毯子 卷起来的毯子就可以按 要不然直接按 他腿根本拉伤 也没办法伸直 只能将就垫一个毯子 刚刚大家如果视频有注意看的 就会看到 好我也示范给大家看 小女生事实上身体很单薄 根本不需要用很大力量 那我手放下去 动作也不是特别标准 甚至也大于90度 这时候90度压 似乎患者会受不了 轻轻放 就沿着这个臀部的原始点 帮他按推 痛点哪里有痛都找得出来 反而我们的志工一下手 虽然很谨慎 每一点都在问 你这里有没有痛 哪一点有没有痛 事实上如果你做到 很有经验的时候 你第一个按到他的痛点 你就知道 这样的力量他就有痛 多有力量都那么轻 看看其他点还有没有痛 这样就能测试出来 我测试的结果就是 从第二点到如果有四点 第二点到最后一点都有痛点 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按得到 按到了我来回做一两次之后 我就教导他们家属来按 大家做完了 其实就叫他下来 我认为经过大家轻轻的按 他应该可以解证了 下来 果然 他马上就能走 来的时候是不大能走的 一拐一拐的 因为腿拉伤 所以他在家不是坐就是躺 根本不敢走路啊 按推完后 他马上立刻就能走路了 如果从这个案例来看 你看西医已经说要洗肾 也要家属配对准备换肾 到现在他的很多症状 比如脸色苍白啊 有时候吃东西会想吐啊 这些症状也都改善了 想吐是背部有痛点啊 他们家属学原始点 也学得很勤 我发现他们的手法特别的好 稍微点一下他们就能够学会 他们久久才会来一次 现在这个小女生 恢复的情况特别好 我看起来应该算是潜意了吧 因为指数也差不多快正常了 这一次因为拉伤不敢动 体力稍微有下降 我想这一次按推完 他立刻结症回去 他们也懂得怎么照顾 这小女生 我相信他的身体应该可以很快完全恢复 好 这个案例也是在基金会临床实做的 这一个案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你现在是这两个小腿肚在痛是吧 对 小腿肚 这里喔 好 那我们就应该找上背部 所以从这里 那以这样子 这里痛吗 痛 这里也痛吧 痛 这里还痛喔 好 那这里呢 这里就不痛了 一点点 好 那就是痛到这里 好 那我们再找另外一边 这里痛吗 对 好 这里也痛喔 对 好 好 这一边也痛 那我们再一直按下 多 哎呦 这里还痛吗 这里不痛 好 那也是按这里 所以它是两边 好 那我们按完 梳完 我再帮你按一次哈 我再帮你按一次哈 加强力量 小小看 有啊 小腿不痛 好 那我们再温敷 温敷 好 学员来的时候 他腿说是拉伤 我们志工就帮他按臀部 按完臀部好像也没有节症 原始点的诊断非常重要 当学员来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 他腿拉伤 你一定要问到底哪个部分会痛 结果一问之下 他是小腿肚 小腿肚痛 根本就不是臀部原始点 按完他感觉小腿肚还是有痛 我就帮他在上背部找压痛点 大家也看到 两侧都有压痛点 按推完他就立刻缓解 立刻缓解之后我们再加强热源就可以 手法还有观念 特别重要 下一次我们可能上下背部怎么按推 还会再跟大家细讲 这一个案例也是基金会发现 做出来的案例 我就补充到这里 4.上下背部按推 张医师示范坐姿与站姿 那我们来讲上背部 这两侧上背部 那踩坐姿的按推方法 同侧的话 我们这样做好 然后身体转过来 然后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他刚好就在肩颈结合处 一般人都会按在这一点 事实上是在下面这一点 这一手帮大家固定 然后这个下去一样 这个是平的 那顶住之后身体往前倾 好 那这样就可以 按推了 好 那第二点 第三点 如果是要按对侧的话 可以这一手放在前面整机床 放下去 然后身体往前往右靠 然后这个手 手 一样顶住之后身体往前倾 这样 好 那这样就可以按推出来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好 就是比如要按对侧 那我们坐过来 好 一样身体 转过来 稍微转过来 好 那这样 手 手 放下去 放下去 然后开始 那如果是下背部 就坐过来 这样 然后身体一样转过来 把这一手靠 把这一手靠 那有时候腰椎要按伸的时候 这时候身体要往下沉 好 那我们往下沉给大家看 这样力量是不是进去了 好 那这样力量会比原来更大 好 啊我们手一样 只是来回按推而已 好 总体来说 坐姿的按推 比不上站姿的按推力道还大 所以它 它的压痛点是在浅层的话 坐姿是OK 对 如果是在深层的压痛点 那坐姿有时候不一定按得出来 这时候还是用原来的站姿 比如说两侧我按给大家看 那弓箭步 第一个 一样靠过去 好 对侧的话一样 这一只手就不用放下来 一样 哦 站姿 照原来的 动作就可以做得出来 好 那其他站姿最好 比肩宽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粘得太开 太开就没有意料 好 那这样 对 脚要微弯 才能够按得到 不能站直哦 直就按不到 这样才能沉下去 对 好 换手 一样 好 那如果要伸的话 可以 两脚往外 好 好 然后身体整个沉下来 这样力量是不是比较大 好 那这样就可以按了 好 这样会比坐姿的力量还要大 但如果这样还不够深层的话 还可以站弓箭部 站好 第一个一定要蹲 下面也要微弯 哦 不能挺直 一定是这样 两脚都沉下去 好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很重 好 那如果还要更深 整个就下去了 两脚有没有 那我的身体沉下去 那这样力量就最大 好 那手只要来稳 好 这个动作就像按臀部的动作一样 弓箭部 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起同工之命 这样 一样 靠下去 然后就可以 好 以上是站姿跟坐姿 这是上下背部的按推方法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我最近在教导志工 发现以前拍的坐姿影片 有一些其实是可以改良 比如上背部三点的坐姿 我们都按同侧 同侧大概第一个 一手扶着他的肩部 另外一手 直接身体往前靠 按在肩颈结合处 如果是对侧的话 你人又要跑到对侧去按 非常麻烦 我把它改良 就是一手放在整脊床前面 身体整个靠过去 靠到对侧去 用同样的工具 掌心向上用手肘 也就可以按推倒 这样比以前更简化 你不用转来转去 这里确实坐姿比较麻烦 转来转去 起码上背部这三点 是可以因此而改进的 如果坐姿要按到深层 比较不容易 整个腹部要往下沉 刚刚影片在拍的时候 只拍到我的后背部 后背部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事实上我的腹部整个是放松 整个身体是有一点往下沉 把我的工具带更深一点 虽然坐姿还是可以按到一定的深度 毕竟坐姿就是坐姿 它没有办法像站姿一样 能够按到很深层 如果要按到很深层 你就要用以前我们的站姿姿 站姿这里也有示范 可以以肩同框 甚至比肩膀更宽一点点 绝对不能脏得很开 两腿如果脏得很开的话 是没办法身体沉下去 根本做不大出来 如果站姿可以按到很深 患者又觉得不够深 有些患者是很壮硕的 他根本觉得这样力道不够 这个力道如果不够就可以考虑 用手肘弓箭部按推臀部的站姿方式 来按推腰椎 刚刚影片也有示范 如果要按腰椎 要按到最深层 我的建议就是用弓箭部 弓箭部又好按 地道又能够很深层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弓箭部变得很重要 大家如果有仔细看这个视频 刚刚上背部三点 我也有用弓箭部来按 臀部也是用弓箭部 连腰椎如果要按到深层 事实上也可以用弓箭部来按推 这也提供给很多志工 如果要按到深层 站姿还不能解症的话 还要按到深层的话 一定是要用弓箭部 把整个身体沉下去 工具就可以按到深层 这个视频也把我们的 上背部以前的影片 像上背部有简化 这里又有补充到 如果要按推到腰椎 或臀部更深层 那一定是要用弓箭部 这样比较容易做得出来 这个影片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提问1 老师你好 我妈妈是非典型 帕金森施症患者 现已卧床插倒尿管 一直是在医院 遵循医生的药物治疗 但并没有比较好 恳请帮忙指点救救我妈妈 感激不见 多伦多团队回答 首先要说明 非典型帕金森施症 是西医的病名 希望您能提供这个病 在您母亲身上 所出现的症状 如此才能提供协助 而已卧床插倒尿管 意味着排尿困难 从原始点医学的观念来看 这个症状 与非典型帕金森施症 是两回事 因为这两年事都是果 而果不会生果 所以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其次排尿困难 是症的功能紊乱 属于轻重症 应该先按推下背部 尖锥及臀部原始点 然后配合温敷 温敷的方法 可以用红豆袋 硬热碳 或是暖贴 因为缺乏您的详细信息 若将卧床 视为体力虚弱 则可诊断您母亲为重病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为了保命 及自愈疾病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检方法为符 建议您参考原始点医学 第十一章重病处理 即先通过外内热源 改善热能不足 再按推症状 相对应至原始痛点 并以外热源温敷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换出痛点 除外热源温敷外 要加强内热源 多服用温热性食物 即浓浆汤 必吃燃料食物 来提升自我修复能力 请老师补充说明 我们来看他前面的问法 第一段他说 现已卧床插导尿管 一直是在医院遵行医生的药物治疗 从这一句话来看 一直是在医院遵行医师的药物治疗 到底是在医院 应该不是在家里 如果医院要帮助患者比较难 会受西医他们的规范 再来如果是在家里 这样的患者 以我的看法 即便是遵循医师交代的 要药物治疗 从患者的握病在床来看 就像我们志工提出的 应该就是属重病 需要又很寒 对患者当然就不但没有帮助 甚至会让体质更寒 志工的建议非常好 一定要以加强外内热源配合按推 来帮他达到解症 可以这样试试看 至于补充说明方面 志工也有提出 应该要怎么处理 都回答的蛮相近 我就不再多说明 好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老师你好 我因非文症 用姜汤洗眼二十几天了 现在感觉视力比以前好些 也不怕光了 直眼中的非文一直都还在 没消失 而且眼中红丝增多 不知何故 多伦多团队回答 用姜汤洗眼来处理眼睛疾病 是温富的方法之一 非文症指症 指症的功能紊乱 如他处提伤或患处提伤所致 所以在用姜汤洗眼之前 建议您应先处理他处提伤 先按推大开关 即头部原始点 包括耳后骨旁 即睁骨下眼 位置必须精准准确 手法必须到位 然后温富头部 若不见效 则再按推换出体上 即按推眼部周围 寻找痛点 然后用温热毛巾温富换出 最后再用姜汤洗眼 处理问题的顺序如果正确 您的疾病会改善的比较快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回答非常好 整个程序都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很好 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提问三 家族有皮肤干燥遗传 一半兄弟姐妹中都有干燥 下一代部分成员都有此问题 我的手脚一向非常干燥 平日都是很干的 冬天比较严重 近日天气干燥 手脚爆拆厉害 特别手指头爆拆很痛 家屋做得很慢 脚也走得慢 夏天 明日洗澡后 必擦润肤膏 冬天身上不断脱干屑 地下常常好像有雪花 所有的润肤膏 却无法吸收 有时用小刀子 削去身上即将脱落的皮屑 让它加速脱落 然后涂上凡士林 威斯林 随即用保鲜膜包住几小时 每天仍然必用润肤膏 涂擦全身 算是没有那么恶劣 因为干燥 开水壶盖 也要弄湿双手 才能开到 所以工作家屋等极不方便 这些问题困扰了数十年 EA 如果用保鲜膜不浆泥 短时间都会干 不能长时间 请问是否要厚敷 EB 日间手指部位做不到温敷 睡觉时用暖抱温敷 胃间好转 EC 对于上下手指小腿 通常怎样温敷 2 眼睛干涩 医生说无泪水 容易发炎 曾经做百内障手术 如今眼睛又再 萌萌看不清 早晚用姜水冲眼睛三天 初次用第三回的姜汤 第二次用第二回的姜汤 完全未见改善 可能方法有误 请问姜汤比例用多少 每次冲多少分量 医师说按个人 3 我有些不明白 张医师说 敷完姜粉泥后 不用包保鲜膜 那么就更快干 曾经试过面部某些位置敏感 敷了姜粉泥之后 不久就干 可能干了令皮肤绷紧 很不舒服 被用水清洗 请多多指教 感谢张医师 感谢您们 多伦多团队回答 EA 您所说的手脚爆拆 应该是手脚皮肤干燥 脱皮或归裂的意思 从原始点的观点来看 若无窗口 可用姜汤姜粉姜粉泥处理 若有窗口 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但若您觉得浓姜汤太刺激 而不愿接受 在不得已情况下 亦可改用淡姜汤 或淡深汤 或淡姜深汤 窗口 需保持盖爽透气 不需要包保鲜膜 以上是温富的方法 但您 仍需按照原始点医学的理论 按推对应的他处 即换出体伤才能加速修复 以弊于依稀的问题 可参考下列成功案例 用薄纬加暖贴 长时间温敷 二 眼睛干涩 属于症的功能紊乱 可能是踏出体伤 也可能是换出体伤所致 所以 建议您 先按推头部原始点 若无效 则按推眼睛周围 来寻找患处的体伤 试做完毕 要温敷头部接患处 然后 才用姜汤洗眼睛 您若未经上述程序 直接用姜汤洗眼 自然效果不张 三 原始点处理的原则是 窗口 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纱布 或保鲜膜等包扎 详细说明 请参考原始点医学手册 第十一章 重病处理 有关外热源的章节 请老师补充说明 志工回答得很好 唯一一点第二点 我们来看他第二点 他说眼睛干涉 多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 眼睛干涉属于症的功能混乱 可能是他处体伤 也可能属患处体伤 这一点我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 眼睛干涉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 一般干涉不可能是患处体伤 以我的经验 按推完他眼睛干涉 就开始会流眼泪 一般干涉或是嘴巴干涉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 这个在中医最容易误诊为热性体质 这个时候按推的手法变得非常重要 患者一直在问洗浆要用什么比例多少 在我看法根本就是手法的问题 你没有按泥再去温敷什么 效果都不好的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洗肾的小女孩 她因为腿部拉伤一直温敷没有按推 结果隔了一个礼拜根本也好不了啊 来了基金会按推完很快就解症了 马上就能下来走路一样的道理 眼睛干涉如果你按了真正按到位 一般都是他处体伤 不大可能是患处体伤 以我的经验是你只要头部原始点按到位 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 嘴巴干涉我刚刚讲也是 像我最近处理一些状病患者 嘴巴干涉像我上次介绍那个乳癌患者 那也是嘴巴干涉连一点口水也没有 这个在我看法一定是头部体伤所致 重病又不能大力按推 慢慢帮他流浅入深 这样按了差不多15分钟左右吧 他嘴巴就开始有口水了 再按口干也慢慢消失 眼睛干涉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 你头部慢慢帮他按 他眼睛就会慢慢湿润 干涉也慢慢解症 好这个是唯一跟志工的回答不一样的地方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今天的十座教学与答疑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总论 总论二 原始点医学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精髓一致 最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是 两千多年前皇帝内经中的十六个字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齐气必须 热能充足组织器官运作顺畅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无致病之因 此时却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 不能和和 故邪不可干 反之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 而治病 必是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诊疗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是通过辩体质 及药性 以采取恰当方法 改善体质 辅助人体正气 使组织器官 恢复正常运作 身体才能免于疾病的威胁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 代表古典新衣的是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圣 西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约公元前460之前370年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1.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是真正的治疗者 Natural forces within us are the true healers of disease 2.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The natural healing force within each of us is the greatest force in getting well 3.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 It'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at sort of person has a disease than to know what sort of disease a person has 因此 它的医学思想核心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自然孕妇的措施 是治人重于治病 与疑人为本辩证论治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医西医都是内求的 以身体的免疫力 治愈力为中心的医学 这一段特别把中医跟西医 他们一开始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这里是引用皇帝内经 正气存内 血不可干 血之所重 其气必须 你体质好 根本不会得病 如果你会得病 你的体质一定有问题 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 跟原始点强调 怎么来改善我们的因 调因 你体伤及热能不足改善 既然没有体伤与热能不足 即便有病毒像这种传染 你也不会有症状 如果你会有症状 你必然本身就有体伤才会 西医也是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这一部分之前我也都有说了 就不再多说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介入 通过实证 发现没有异法 也没有医药 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 只是一种原 终需内求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原 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防治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中医 西医的智慧不谋而合 有为可贵之处有二 一是通过一条脊椎 与七处找出压动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解除 踏出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还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二是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至有无 就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以决定按推与热能的治疗原则 此即轻重症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如此才能针对病情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有病可疏于疾病 使患者软危为安 无病亦可强身增瘦 预防疾病 使中医 顾本培缘 及上工制未病的保健 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由于原始点医学 在按推与热源应用上的突破 与创新 因此才能波云见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并从生活中 以医疗保健之源 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 进一步证实了热项症状 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能够将中医 经络理论 四诊心法 及一针二九三用药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其脱胎换骨 形成了诊疗合一 以及更以普及的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 好 继上一段 再来谈原始点 它的一些基本理论 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不是一开始就有理论 它是通过按推以热炎的实证 发现没有一个方法 或一个药可以单独治病 它一定是要你体伤改善 或热能不足改善 身体自然就可以达到 自我修复的能力 真正的好是身体自我修复 身体本来就有致意力修复力 我们用各种方法 只是把这种致意力修复力提升上来 甚至免疫力也可以这样说 提升上来 它就可以达到自我疗医的目的 从原始点来谈 原始点在诊疗方面 有两个最为可归之处 一个当然是按推 按推一条脊椎脊七处 它不仅可以快速解伏他数 体伤能够使疾病 如果有病 可以使疾病立刻消失 如果无病 亦可以在按推的过程中 让疾病消灭已无形 在按推的过程中 有效无效 就可以变出它的体伤位置 同样你没有病 你也可以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按推找出压痛点 找出来的压痛点 就代表体伤位置所在 没有病也可以达到 按推就可以诊断与治疗 融合为一一步到位 这是之前我们谈过的 是所有不管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所未曾出现过的 按推这个动作 就可以达到治疗跟诊断 一步到位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只能说真的 前五古人啊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法 才会有 我说的很可贵 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 这种按推能够整疗合一 古代是既不成文也不成见 把我们的医学 能够融合在意 以后应该也很难 再有这样的医学出现 也把整个医学 能够跨了一大步 要不然我们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 西医更不用说 光检查就花了很多天的时间 金钱 治疗又是另外一个方案 中医也是一样 他辨证之后才来论治 我们不是 是私治的过程中 诊断与治疗已经融合了 这对于中西医都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项可贵之处 通过观察症状 看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如果有 这个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 就是属于轻重症 这里知道疾病的轻重 我们就可以决定治疗的方案出来 都有提 比如轻重症应该以按推为主 热炎为辅 重病就应该以热炎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个很快速 也是把诊疗完全融合为一 观察症状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治疗了 有了这两个诊疗融合为一 第一个可以变体伤位置 第二个又可以变疾病之轻重 所有疾病在这两方面能够做得到位 几乎治疗跟诊断已经可以达到完全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来看下面 如此诊疗当然可以达到加速疗异疾病 甚至还可以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如果你没有疾病也可以用这样的诊疗方式 刚刚前面已经讲按推本身就有诊疗合一 它无病你用的这些观念也可以达到强生诊寿 预防疾病有了这样中医就可以更完善 中医之前我们说的它要提升症气 一定要从护本培研下手 你要达到上宫治疗病 如果没有按推诊疗合一 这只会沦为空谈 这对中医要达到养生保健 或是治疗病都有帮助的 最重要的原始点它是做出来 是由按推与热炎做出来 包括诊疗体系啊 还有一些因缘果的理论 都是在此建立起来 它的应用的突破跟创新 我们才能够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如何解决这些呢 都是从生活中就可以做得出来 真病你按推工具就在你身上 你不用特别去找 只要懂得开关在哪里 按一按也可以达到绝症 如果患者是热能不足 也可以用一些日常的电热器啊 红豆袋啊 软贴啊之类的 可以来补充它的热源 非常方便 这里特别强调从生活中 这样就可以做出很多案例来 也因为有了这些众多的案例 也可以看清楚 证实一些热相症状 并不代表热性体质 在中医他们会把热相的症状当作等于体质 症状是属于果 体质是属于因 热相症状的果 变成热性体质的因 这个不合逻辑啊 果不同于因啊 中医在这一部分 他们常常辨证是 通过观察这些热相症状 来认为我们体质真的有热性体质 要开寒凉药 在之前我也有讲解了 在《论热人》这一篇 也有作名 比较可惜啊 我每次看到这一段 就感触我生了 我本身早期也行医20年 中医他们的思维我都很清楚 从原始点的实作上 确实证实了这些热相症状 他常常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刚刚我们在问答 眼干涩或口干涩 眼干涩 这些在中医就是热相症状啊 问题我们按推完 他开始嘴巴口干舌燥 就开始有分泌口水出来 口干舌燥也可以当下可以缓解症状 缓解之后你在温敷热源进去 他就进一步更能够完全解症 眼睛干涩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就更证实了手法到位 还有热源到位 这些看出来的好像热相症状 好像是热性体质 事实上就不攻自破了 我常常感慨的说 很多中医目前面临这个问题 还会开出喊良药来 我想如果有沟通的管道 我很希望中医界能够把热性体质 这些热相症状 他们认为是热性体质的 找过来嘛 我们原始点可以马上立刻做 来证明 医学是要治病 不是靠理论写的有多美好 不是这样 医学既然要治病 马上就可以实证了 不用怀疑 到底原始点讲对或讲错 把患者带过来 我们立刻解证 他一些热相症状 我们如何当下来帮他处理 这样不是大家可以答案就清楚了吗 可惜好像这一个管道 中医只是对原始点的不了解 或许会有一些批判吧 这个是蛮遗憾 如果他们对中原始点了解 手法又到位 应该是不至于 也有很多中医师 好像看懂了 问题他手法又不行 也没有做到位 这些热相症状 他就一直没办法解语 那原始点不是可以做得出来 那为什么我按又按不出来 这个我也感觉 这一点 确实要我们做给他们看 今天播了原始点确实重要 我按这些重病 口干舌燥很严重 一直饮不解渴 我上次也讲 几乎前后按了20分钟 15分到20分钟 他口干舌燥才慢慢缓解下来 这个如果以中医 你用什么中药能够缓解 是很难的 这一段每次读到这里 就感慨蛮多了 原始点 马上当下就可以做出来的案例 中医还在那里 真直不休啊 他们有 刚开始我们来看 中医 他早期 从皇帝内经就有寒热的辩证 到张仲景 张寒论 也是 光太阳病 这一篇 不只用温热药 里面也有用寒凉药 像大青龙汤 有时候还会加石膏 或是像白虎汤之类 也是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 到后来的 延伸就更多了 有些像温补学派 也有到明清的时候 温病学派 到后来又有一派叫火神派 常常在寒热之间 不断的争论不休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医本身就这样矛盾了 原始点有手法 有大开关 可以做到诊疗一提 才可以把历来的这些问题 可以做出来 也能够波音间韧 明了这些所有疾病 真的只有热能不足啊 体寒啊 再来就是开关一定要按推啊 这样才能解决疾病 如果中医能够这样 原始点我也是从中医过来 中医跟原始点事实上 是有很多相同的 在一针热灸三用药上 原始点也是啊 它的针就是针灸穴位啊 原始点是按推大开关啊 都是可以解证啊 灸跟药就是外内热源嘛 了解了不就是按推以热源 那这个不是就可以简化了吗 还有诊断以治疗 在外治法中医是用经络理论 在内治法开中药的时候 透过试诊心法 原始点不用啊 原始点它不管内外治法 都可以通过观察症状 来辨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治疗原则 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 全部都涵盖刮了 我们说进行前面的简化医改良 使中医能够怎么样 脱胎换腹 最后达掉诊疗合一 而且它没有侵入性 而且又非药物 哇这个更容易推广了 民众也容易使用 这个才是我认为 把医学生活化的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中医如果能够这样 我相信中医 得了原始点这些创新的概念 我相信中医 会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 总之古典中医 西医强调的人体本有的正气 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 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极力外求 以其检查 以及药物功效 与手术疗效 随时诊断与治疗 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原始点诊疗合一 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 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 有病可疏于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医学 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 发展由博反约 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以促使医学 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落实于生活中 这一段 这一段再继续把中西医的问题 也点出来 这一段比较偏向谈西医 我们来看第一段 前面也谈到中医 西医的部分也因为原始点有了按推 所以热源 可以很清楚的看清 看清楚西医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保健一定要用热源 就像中医的灸跟药 来改善体质 原始点就是外内热源 西医没有这一套 他只有医疗 不管是用药 或是用手术打针 都是医疗而已 没有保健功能 而且西医进一步又把它复杂化 比如他极力外求仪器的检查 还有手术疗效 强调手术疗效 或药物的功效一直不断去研发 这些都可以看清楚 把我们的诊断跟治疗 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们本来医学是要化繁为简 让民众能够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得到保健养生的概念 甚至有病也懂得方法 我们的医学去走向复杂化之后 民众再也没有办法 如果照西医 你看仪器又要那么精密 好像只有仪器 才能知道我们身体的结果 还要有手术 都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也就是医学越走越远离人间了 就是这样 还好现在原始点 有一点返谱归真 回归自然 我们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有了这样 诊疗合一的保健医疗方法 就可以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我们的证气 激发致疫力 从而达到如果有病 能够致疫疾病 无病也可以抗扰 征受预防疾病 好我们继续看最后 最后的结论就是原始点医学 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 尤博反约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这也是医学有史以来 越讲越精简 我们医学发展是越来资料越多 能不能要读的书越来越复杂 西医也是这样 中医也是这样 而原始点恰好香港 他把繁复的医学简单化 让民众一听就能听得懂 这样的目的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句话 希望促使医学 不是只有医院能使用 医学能够落实到民间 促使医学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最后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医学就是生活化及医学 这样是没有分的 以后生病了 在日常生活中 我就可以自然解决了 这不是很好吗 好 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的总论先到此为止 下个礼拜继续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